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場會議被捕 美國司法部表示 現年57歲 外逃的中國商人施建祥 在拉斯維加斯的一場會議被捕 他被指控以欺詐方式獲取簽證進入美國 10月28日 施建祥首次在拉斯維加斯地方法院出庭 法官拒絕了保釋請求 下令在審判前 將他拘留在邁亞密 10月29日 美國司法部聲明 施建祥被捕時正在推廣一個加密貨幣企業 司法部表示 施建祥在獲取美國非法移民簽證的過程中說謊 並且已獲取的兩張簽證 2016年在邁亞密國際機場進入美國 未來的法庭程序將會在佛羅里達州南區進行 聲明中說 施建祥在申請簽證時說 他從來未使用過其他聲明 但實際上 就持有另一份聲明為牛龍的旅行證件 並且在2017年2月以這份證件進入美國 施建祥還公開 以摩根斯的名義 居住在美國加州和內華特州 根據起訴書的指控 施建祥涉嫌犯有兩項欺詐 以及濫用美國非法移民簽證的罪行 如果罪名成立 將會面臨最高10年的聯邦監禁 以及最高25萬美元的罰款 施建祥是中國快樂集團的前董事長 因為涉嫌集資詐騙 被中共當局通緝 作詐騙被中共佛事長 作詐騙被中共進入 許醫院責任 弊神經典